《扶貧智庫》在2001年4月至7月 舉行了一系列有關貧窮問題的研討會 RTV就這個議題 製作了一共8集的專輯 並請來來自國界界別的嘉賓 就這個問題進行深入討論 有興趣的朋友請留意RTV的網上更新 今天要給大家講的就是 這個普通話的字跟廣東話的字 剛好是相反的 就是持續相反的 那引發我會想到要給大家講 以這個主題的這個節目 因為以前我經常聽人家說 哎呀 你說得十數好待啊 十數好待啊 你的十數不好 聽來聽去我就覺得好奇怪 為什麼他總是說字數 字數呢 因為這個字在普通話裡面 我們都講是素質素質的 所以我想嗯 好那就收集一些 這個剛好是廣東話的字呢 跟普通話的字是持續相反的 那給大家呢 這個看一遍就會知道 哦 原來這個說普通話的人呢 他們是這樣說的 可是在廣東話裡面正好是相反的 並不是說他說錯了 只是不同的語言就不同的用法 而用法應該是相同的 只不過是那個字序的相反 好 那比如說我們先來看這個例子 好像這個 香港人呢都會說 呃 晚上吃宵夜 宵夜 是宵夜 可是呢 在普通話裡面我們是說 吃夜宵 夜宵 行 可是在廣東話裡面我們不會說 吃夜宵 吃夜宵 因為夜宵就 他們會聽起來更加的奇怪 就跟我們聽這個扎手一樣的奇怪 好 所以他們是說吃宵夜 我們就說吃夜宵 好 那另外一個字就是 香港人他們都會說 氣力 你給黑力好大呀 氣力很大 黑力 黑力好大 可是在普通話裡面正好也是相反的 我們說是利器 利器 他的利器很大 不會說他的氣力很大 是利器很大 利器正好是相反 好 這個字 就是我這麼多年以來就是聽來聽去 還是很難接受 覺得好奇怪的 就聽了老是不順耳的字 就是這個 扎手 扎手 因為在普通話裡面我們是說數字 數字說 這個人的數字很高 數字很好 他的數字很好 他已經有一群數字很高的朋友 我們說數字 可是到現在呢 這個 這字對我來說還是這個 嗯 很不順耳 就 那廣東人就說是 智數 智數 那我們說呢是數字 數字 以前呢 我就用廣東話說啊 收讚 欸 收讚 可是香港人就老是矯正 我就說我說錯了 應該是智數 可是這正好呢就是普通話跟廣東話 相反的地方 好 我們看看另外一個字 好 這個 這個也是就普通話 說普通話的人跟香港人啊 聽起來都是很不順耳的字 那就是這個動物啦 這個是比較有趣的 就是比如說他們說雞 這個熊的雞 他們叫該公 該公 可是呢在普通話裡面 我們是叫公雞 公雞 我們不叫雞公 這個聽起來有點像粗話 我們是說公雞 公雞 那正好是相反的 那這個 母雞又是怎麼說呢 在香港人就會說是該喇 該喇 但我們不會說是什麼雞母啊 還是該這個該喇 我們會說 母雞 公雞 母雞 公雞 母雞 豬也是一樣的 公的豬呢他們就叫鞠躬 鞠躬 那母豬就叫鞠躲 那我們就叫公豬和母豬 母豬就公雞 母雞 這個性別是放在前面的 好 這個字也是相反的 香港人說 人客來了要偵查 人客來了要偵查 可是我們不說人客 我們說客人 客人 客人來了 客人 客人來了 真好是相反的 還有這個也是 這個布稅 就那些剩下的那些 那些稅布 布稅 香港人就會說是 布稅 布稅 那我就會說普通話呢 就是稅布 稅布 所以我以前老是用這個 普通話呢 去講廣東話 有些稅布 有些稅布 他們聽起來 老是說我說錯了 應該是布稅 所以這就是不同的語言 不同的用法 那當然我又說稅布呢 那些香港人一聽就知道 我不是香港人了 稅布 另外一個字也是相反的 也是經常會用到的 就是鞋頭 鞋頭 這個人的鞋頭很大很高 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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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在普通話裡面 也正好是相反的 那就是頭鞋 頭鞋 一個是鞋頭 一個是頭鞋 它的鞋頭很高 鞋頭很大 這個頭鞋 頭鞋很高 頭鞋很大 我們不講鞋頭 我們講頭鞋 頭鞋 好 好啦 所以以後大家聽到這些字呢 就知道其實並不是誰說錯了 不過呢 就是當我一用錯的時候呢 就香港人一聽起來很快就知道我不是香港人了 那這些可能我的廣東話說得再好呢 可是一用到那些詞的時候 香港人一聽就知道你不是香港人了 好來我們來看一遍就這個 休業我們叫夜宵 夜宵 黑力 我們叫利器 利器 扎收 我們叫素智 素智 蓋工 我們叫公雞 公雞 蓋拿 我們叫母雞 母雞 是一樣的 羊哈 我們叫客人 客人 我們叫睡部 我們叫睡部 我們叫頭鞋 頭鞋 好了 今天就講到這裡 所以大家知道了以後是並沒有誰講對或是說錯的地方 只是大家的用法不同而已 下個星期再見 向你誠意推薦 iRead iRead iRead是甚麼你 iRead是一個公共出版服務 公共出版服務主要服務非政府組織 公民社會組織 網民等等 將他們的書籍 看密 和blog等等發成電子書 令讀者可以隨時隨地利用iPad iPhone 或者其他手提電子裝置觀看電子書內容 這個就是iRead 和你看普通書一樣 甚至即時連上不同社交媒體的頻道 連結到作者網站交流心得 實行多媒體互動 你還可以download書內的相片 觀賞或者下載隨書影片 就有畫面 會描給你在書裡 給我四周 使用影片 使用影片 妳在書中